你不告诉我 我就亲自把你当年去过的地方 挨个儿查一个遍 我就不信找不着原因 打开你的心结 你不告诉我 医生 她怎么样 程小姐她的气管还有肺部啊 已经没有杂音了 烧已经退了 目前看是没什么大碍了 要注意休息 安心调养 我给她开吸维生素吧 帮她恢复体力 谢谢你啊 对了 医生 我最近几天总是睡不好觉 白天做什么都不起劲 这个顺眠不足吧 必然会影响精神 不是什么大事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一些安眠药 提升顺眠治疗 好吧 好 可以 谢谢啊 你看你都瘦了 好好养病 希望你 早日恢复 好 来 你的病刚刚好 要多喝一点鲫鱼汤 补充一点营养 知道吗 来 你真唠叨 越来越像个老太太了 什么话呀 我怎么会像老太太呢 每天就知道嘱咐我吃饭啊 睡觉啊 每天都要讲七八遍 那是因为我太在乎你 怕失去你 懂吗 我知道 你在乎我 我会尽快养好身体 不让你担心 这就对了 等你完全恢复了 我们就着手筹备我们的婚礼 我不要 怎么 怎么 你想反悔啊 世伟 你在上海的朋友比较多 人面又广 如果筹备婚礼的话 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不如 我们先订婚 怎么 怎么啊 怕煮熟的大树飞走了 才不是呢 再说了 如果你真要飞走 我也拦不住你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快吃 还有啊 我想尽快恢复我的录音工作 为什么 我的唱片录到一半 怪可惜的 我想在我退出歌坛之前 给自己留下点纪念 还有你答应我的 那个告别金舞台的演出 行了 行了 别把退出歌坛的事 说得那么伤感 你不唱歌是因为你马上 就要做老板娘了 放心吧 唱片的事情呢 我会尽快地安排 不过你得答应我两件事 第一 不能太操劳 第二呢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来 快 喝口汤 趁热喝 好了 我自己来吧 那你慢慢吃 我去参加李老板的酒会 我先走了 好 别别别 你好好吃 走了 程小姐 你该吃药了 谢谢刘妈 我自己吃就行了 您下去忙吧 我知道了 还有程小姐 记得把安眠药吃了 早点休息 嗯 记得啊 嗯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收 好 大家集合 今天咱们就练到这儿 大家集散 谢谢红彦姐 走 红彦姐 我刚去洗手间 门厅让我带信给你 说是极尽 你看看 谢谢啊 我先走了 出生日期六月十八日 性别 男 父亲不小 母亲于小红 如愈知小孩儿境况如何 请速到梦幻游乐场入口处 汽水 来瓶汽水吧 汤汤汤 汤汤 汤汤 老板 给我一个棒棒糖 汤汤 汤汤 红彦 你来了 是你 你调查我 先别说了 跟我来 快 走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可没过过陪你在这儿逛公园 红彦 那个你日思夜想的人 其实就是那个小男孩儿 我几乎查遍了当年你所有的信息 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 好吃吗 好吃 再吃一个 爸 我想去洗手间 那爸爸陪您一起去好不好 不用 我已经长大了 好 去吧 慢点啊 好 红彦 看到孩子过得这么好 你应该开心才对呀 珊庆 谢谢你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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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来 阿姨给你擦擦 没事吧 紫棋 紫棋 睡疼了没有 没有 快谢谢叔叔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叔叔 谢谢啊 好 我们走吧 以后小心点 爸爸 我知道了 红彦之手绢 是你对不对 你咋就知道了是不是 珊庆 那你之前为什么 我 谢谢你 珊庆 我一直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别难过了 看到她的严妇 对她宠爱有加 而且把她教育得很好 你应该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 这么说 我的过去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我并不是要揭开你的私生活 我只是想帮你打开心结 真是想帮你我 你也想帮你打开心结 我不是说的 你自己的严妇 你也想帮你她 你还想帮我 你还想帮我 你去拥抱我 那儿我还想帮我 你去拥抱她 你多想帮我 你都想帮她 你还要帮我 杀过人还是放过火 你只不过是爱过一个 没有担当的男人 但那只是一个错误 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 红颜 况且 你的孩子长大以后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身世 说不定他也会像今天你这样 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呢 如果他知道你 封闭自己 孤独终老 他会开心吗 他会高兴吗 你是读书人 又是大记者 我自然是说不过你的 无论如何 山青 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 红颜 我看你 首卷的事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你的心意我都懂 只是你年轻有为 有很多女孩可以选择 不必为我 有这么多精力的女人 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我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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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感谢观看 他就一直在这么写啊 是的 这些天他都不出门 好像一直有心事似的 写吧 就让他写吧 等他把跟承英那段错误的爱 写完了 他就不再痛苦了 走吧 大小姐 大小姐 你是知道的 我有料 从小就没有了丁娘 但是你不知道的 你是我这辈子 最在婚人 你走了 我难过得想死 但是在我收拟的这几天 但是在我收拟的这几天 我想到 我必须要为你 为秦家报仇 我还要替你 回去照顾二小姐们 你等着 我一定会拿 灵世伟的命 来补偿你 成英告别演出 来本报纸 给您 今晚八点 今舞台成英 告别舞台演出 来本报纸 今儿给您 今晚八点 今舞台成英 告别舞台演出 给您接着 一看 你叫他 让我们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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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英 成英 让我查研出了 我们不要还钱 不要再嫌 让我们在成英 让我们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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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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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再见 走啊 先走了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了吗 好了 走吧 高先生 承鄞 我来是想跟你说 林老板马上就要来了 我在外面帮你们看着 你们长话短说 承鄞 我想好了 让我带你走 好吗 文忠 承鄞 你怎么那么久啊 林老板在等你了 快点啊 我知道了 马上 你拿着这封信 待在这里别动 回家再看 你要干什么去 是 黎世伟已经来了 你听我的 承鄞 能不能不走啊 承鄞 快点 好了没用啊 我知道了 好 帮你 还是 是 都起点了 不是说好了 去我家施礼服的吗 那咱们走吧 走了 慢走 走吧 干吗呢 刚刚在找东西 回家了 林先生 程小姐的礼服 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上楼去试 另外 我还准备了几瓶好酒 您看是需要哪个年份的 那就 侍卫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如给我个机会 让我亲自选一瓶好酒 好啊 那辛苦你了 来 好 我不会 没想到 没想到 不过 出发 绝不得 绝不得 我 回头 都 帮我 排我 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文忠 原谅我 我等不到你口中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了 近来我将和林氏为同归于尽 回首来到上海的这段日子 一切都像一场梦 只有你是真实的 真可惜 我今生没有这个福气 不能永远和你在一起 文忠 不要为我的离去而难过 我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里有你 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无论我在哪里 我心里都是你 我爱你 承宁 文忠 出事了 承鄞要去杀令侍卫 快跟我去救他 文忠 文忠 我来开跑 好 开门啊 开门啊 有狼大哥 你开门啊 文忠 你不要救 我不想让你忘这个钱 大小姐这个仇 我必须要报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你放心 二小姐 我一定把她救回来 有狼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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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世伟 好看吗 好美啊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没喝多少 怎么那么困呢 可能是因为你今天太累了吧 陪我坐坐 要不然我帮你按摩一下头部 好啊 来 特别舒服 我要告诉大家 你就是林世伯 你就是杀人犯 你是不是疯了 林世伯 事到如今 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装的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当年的秦美容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你 没错 我偏偏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哑巴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我来到上海 进京舞台 就是为了找你报仇的 我当歌星也是为了报仇 我参加什么新兴比赛 我都是为了接近你 调查你 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在想着 我都在想着 怎么尽快地把你杀了 那我们的感情呢 那我们的感情呢 林世伟 你杀了我全家呀 你还指望着我对你有什么感情啊 我今天一定要要了你的命 我们应求ап 환 поч啊 你 Anime别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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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真没想到 连你也背叛我 好 既然你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 阿隽 哥 哥 你怎么了 快追他们 追谁呀 程银航有梁 快追 是 大哥 到底去哪儿了呢 程银 对不起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 该怎么办呢 见过又有人吗 走吧 去见过 程银拿来 看一下 你 把票拿出来 过来 看一下 过来 老爺 去哪儿给我下 见过这两个人吗 没有 站住 没有 收票 站住 走吧 来 看一下 来 先躺下 来 先躺下 请放心 凌先生 您手臂的伤口问题不大 幸好没有伤及到筋骨 日后不会影响你的活动能力呀 可是 我为什么这么困 我怎么这么困惹 你服用了安眠药 药力还没有完全退去 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先休息一下 晚些时候我再来看你 走吧 大哥 我已经安排第一的兄弟 去找重莹和有梁了 老爺 警察那边怎么说 我已经报了警 警局那边 已经开始搜人了 不过这两个人 实在是太可恨了 尤其是有料 居然敢背叛大哥 所以我想 还是咱们的兄弟 先找到他们比较好 这样 可以交给大哥亲自处理 好 大哥请放心 现在政法部门 已经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火车站和各大交通要道 都有警方把守 不过 如果他们顽抗 是否留活靠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真到晚不得已 他们是生 是死 你就赶着办吧 那 承莹也是 大哥好好休息 剩下的事我来安排 我来 给 谢谢 走 柳梁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没事 你 你怎么流这么多血 你怎么回来呢 走吧 走 高超爷 你是要找高部长吗 对 高部长正在和警察总长开会 有钥匙磋商 你稍等一下 等他开完会以后 我帮你通通 我也有很重要的事 你能不能现在 帮我跟他说一声 那好吧 你稍等一下 慢点 快坐 有梁哥 我还是去找个医生 帮你看一下吧 不用 二小姐 这些你拿着 我家的床头柜上 还有几百块钱 你全都带走 想尽一切办法 离开上海 不行 我必须要带你去医院 这样下去不行的 二小姐 林世伟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的身份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除掉你的 刚才路过火车站 我看到了很多警察 还有一帮小混混 这些肯定都是林世伟的人 你还是赶快走吧 我不管 我一定要带你去医院 就算被警察抓住了 我也认了 大不了到时候 把林世伟做的事情 都说出来 我们走 二小姐 亲家的惨案 现在咱们拿不出证据 你控诉林世伟 只能多一条诽谤的罪名 你还是赶快走吧 手机很疼啊 都怪我 别这样说 这些 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这样下去不行 我还是先去买些药 帮你把血止住 二小姐 这些资金 这个人人都要不怕 不要搅拥 去买了 一斤 在这些资金 自己很难走 坏率 老公 都没有说 拍摄 这里 早上 缉拿承鄞 为什么要缉拿承鄞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说 林世维要和承鄞订婚的事吗 整个上海滩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直到今天为止 承鄞还在和林世维谈条件 承鄞想在订婚那天 让林世维把他一半的财产 转入他的名下 林世维不一 承鄞就和同林世维的一个保镖 养有粮 在林世维的实务中放了安眠药 想在他昏迷的时候 让他签署这份文件 可是被林世维意外地发现 于是两个人恼羞成怒 就捅了林世维一刀 完了还打死他的另外一个保镖 现在两个人正在潜逃 完全不是这样的 完全不是这样的 爸 我来找您就是想跟您说 承鄞的事的 文仲啊 前段时间他哥哥杀人 你竭尽全力替他打官司 你现在还要帮承鄞 我跟您说实话 爸爸 其实承鄞 根本就不是程清田的亲妹妹 承鄞是他的母亲跟哥哥 在十年前从河边捡回来的一个女孩 那又怎么样呢 承鄞是林世维妻子的妹妹 林世维之前说 他的妻子跟妻妹 是在他们从淮安到上海的途中 遇难死的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慢着 慢着 你是说 这个承鄞是林世维的妻妹 对 那既然承鄞她没有死 为什么她不直接去找林世维 还要到歌厅当什么歌星 完了俩人还要闹什么订婚 因为承鄞跟她的姐姐 都是林世维杀的 可是承鄞意外地活了下来 十年后她回到金舞台 就是要去找林世维报仇的 而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一切 都是林世维编造出来 要诬陷承鄞的谎言 你一会儿说林世维是个好人 一会儿又说 她是个不择手段的坏人 你有证据吗 前段时间 我认识了一个姓左的警官 她查这个案子查了十多年 但她不信得死了 还有之前那个荣哥 她也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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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死了还有什么证据 我是说要有人证或者物证 没有你还说得跟真的似的 既然你都不了解情况 那我们只有把承鄞抓回来 慢慢地问 爸 事情没有你想得这么简单 林世维的妻子也就是秦美如 其实她也没有死 但是前不久她被枪杀了 在现场我看到了林世维的车 所以我相信左警官和荣哥的死 跟林世维都有关系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我来找您 想请您帮我这个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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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仲 你是说 林世维的前妻又被人杀了一次 对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越说越糊涂 行了 行了 我不管她里面有什么情况 我现在只想知道 林世维被她的保镖刺杀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我们现在即便是想帮承鄞 也帮不上 所以只有把她抓回来 问清楚了再下结论 爸 这一切真的都是林世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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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我可警告你啊 你要是碰到承鄞 不能私下来帮她 如果你私下来帮她 我会毁了你的前程度 爸 您觉得 我不帮承鄞 可能吗 您 我自己私下来帮她的情歌 此去一点一滴随心飞 一边唱 一边在笑 有谁能懂这相隔 听到你 唱这首歌 心中莫名多了些伤悲 怕是谁 曾让你心碎 宿命作 随情依随 为你听这忘情歌 能够忘情多爱最伤悲 为情曾爱过 为爱却恨过 最后只剩下最多 是否能用忘情歌 和避免一次 避免一次往情爱过 情被并占据 爱不从何止 注定要上演悲剧 爱恨酒隔离 难全身而退 愿醉的跟随 让恩情作废 不难的悲醉 有谁能有机会 永远都会成灰烂 像人生在无畏 愿你听着忘情歌 能够忘情破碍最伤悲 未经曾爱过 为爱却恨过 最后只剩下罪过 生不能用忘情歌 像别也曾忘情爱过 真的更战畅 爱过从何处 永远是这心会 发生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